《 戰術小隊》 知名射擊遊戲《戰爭機器》的全新系列作《戰術小隊》 時間設定在一代的 12 年前 獸族正大舉入侵 帶領倖存小隊的蓋比比亞茲臨危受命 身兼招募心血、指揮作戰以及掃蕩任務的重任 最終目標是追捕並阻止製造獸族的幕後首領惡肯 即將於這個月底登場的這款外傳作品 《 戰爭機器 戰術小隊》 是系列作首鍵主打回合制、重視戰術、職業 養成以及即時戰略的新作 遊戲中一共有 5 種職業都可以讓玩家客製化 在每次任務中應用職業特性、地形、指揮技能以及戰術 阻擋受阻的侵略並取得勝利 而系列作中的經典武器《敵人》 還有可以透過指定條件發動的處決技 一樣也沒有在本作中缺席喔 每次任務完成後都可以從戰力品箱中取得裝備 來升級你的小隊 不過聽到戰力品箱 心中可不要緊鳴大響 本作才不玩小兒交易那一套 所有遊戲中的裝備和道具 都可以透過持續遊玩來獲得 所以就請玩家放心的刷一波 召集各路之士 應用你壓倒性的戰術 擊潰獸人大軍 字幕作為李宗盛